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过班老师努龙鸡Sam 好久没有在这个天黑的时候 就出门了 好啦 今天呢 是起了一个大早 那要从台北 這個騎車出去幹大事啦 要去哪裡呢 因為在1月初的時候呢 剛好司馬庫斯的櫻花祭喔 那個通行證開放申請的那一天呢 我剛好有看到這個手機上的這個訊息 我就在那邊等 等那個早上8點鐘 那一到呢 我就趕快點進去呢 就申請了這個機車的通行證喔 哇這個司馬庫斯的這個櫻花祭啊 是非常有名 那要能夠在櫻花祭進入啊 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但是大家剛才有沒有看到喔 我申請的是2月10號 因為1月初的時候 也不知道到時候天氣怎麼樣 所以我就隨便點了一個日子 結果沒想到呢 2月10號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啊 這個新竹的山區裡面 應該是會下雨啦喔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倒不如 我在這個2月3號的時候呢 提前一週喔 我看這個天氣整天都是不會下雨的 我就不如今天出門好了啦 好哈哈哈哈 好來經過這個三峽的磁修高中喔 這邊有一個照相機 它時速只有30 嗯? 那真的要慢慢騎喔 哈哈 那出了這個1110線道喔 就是110公路之後呢 再次路線接回台三線 那都是以前常常騎的路啦喔 因為我從台北回楊梅老家的時候 常常都是這樣子的路線騎回家 但是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啊 大不同 哈哈哈哈 好經過這一個呢 這個不是三峽來喔喔 它的那個位置常常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好這邊有個照相機小心喔 真正的三騎來呢 是看這一邊 有這個台三線跟台七椅這兩個路牌的 這一個才是真正的三騎來啦 這個台三線喔 說實在是很好騎啦 因為它來回是四線道的喔 路很寬 也算蠻平的 然後呢 在三峽接近大溪的這個路段喔 這個路啊彎來彎去的 騎起來很有樂趣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很危險 然後那時候又很早嘛 路上沒有車喔 所以在這個路上呢 這樣子隨著馬路的弧度 彎來彎去 這樣子來騎乘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也非常的療癒 好過了這個路口呢 就是這個什麼 威斯丁大飯店嘛 經過這邊呢 就是進入了桃園的大溪的範圍啦 好經過這個是武嶺橋 大溪的武嶺橋喔 然後再經過一些小路呢 這個導航啊 它把我導向這個是台三椅 那這個台三椅我就比較少走了喔 沿著這條路呢 就進入了桃園的龍潭 應該是Google覺得 這邊的路線比較短 所以它沒有讓我台三線 一直騎騎騎騎到內彎 可是它導我呢 就是走台三椅 再右轉 這邊要小心喔 小狗怎麼在路上亂跑 還一黑一白這樣 右轉就進入了 這個113線道喔 那這邊又要再叫我一個左轉 走一個名聲路 路線的確是比較短啦 但是那個馬路就越騎越小 那有一點點怕怕的 我到底騎到哪裡了 不過應該是還好啦 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導航呢 終究還是把我倒回了這個台三線 這邊已經進入了新竹關西的路段了 哇我被白牌刷卡 那這樣大家知道 伯伯老師都是安全騎乘的吧 如果不小心安全的話 大家看前面這個路口喔 這裡是那個羅馬公路 初來接台三線的路口 哇一大清早的前面這邊就有一個 汽車撞到機車的一個車禍 汽車真的要小心一點喔 好進入了新竹的恆山鄉 那這邊還是屬於浪漫台三線的路段 一樣是路又大又平又好騎 那我呢就來到了這個7-11 騰達門市櫻花小七 想要來這邊吃早餐啦 那大家看喔 我車上有一個旅行的新的小夥伴 這個之後再跟大家介紹 那我選擇7-11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的環境還是比較寬敞 然後廁所也比較乾淨 其實本來也有想過要在新竹恆山 找一家這個道地的這個中式早餐店 不過最後還是選擇在這邊 好好的休息 也沒有人會趕你嘛對不對 好吃完早餐好好的休息 也上過廁所之後呢 已經是8點出頭了喔 那現在就真正的 要從新竹這邊要往司馬古斯來前進了 好大家眼尖的人有發現 其實我是回頭走了對不對 好現在畫面的右邊呢 又再次出現櫻花小七 我又回頭走了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120縣道啊 是已經在我們的後頭了 剛才就是騎過頭先到7-11吃東西 那現在就回頭走這個120縣道要往內灣前進 哇這個核心車站的旁邊這邊已經開始看到這個櫻花了喔 雖然還不是非常的密集也沒有全開 不過還是為這個旅途呢帶來了一個非常喜悅的開始 新竹的內灣呢每次到這個假日的時候都是這個人滿為患 好那還好今天是一個平日 大家看喔又是早上喔 所以都沒有什麼人 這個車子呢騎起來是很舒服 好這個是剛才那個我們機車旅行的這個新的小夥伴喔 大家看啊他這個只有左右兩側夾住這個手機 可是很意外的呢他是非常的穩固啊 啊這個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這一次呢是得到了這個Onyx積木支架他們公司啊 邀請我試用他們的產品 說實在的呢真的解決了我一個長年的一個 蠻困擾的問題就是我原本用的那個手機支架 同時他也可以用來夾這個GoPro 可以用來做運動相機的支架 可是呢當我用運動相機來拍自己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看手機了 有時候到一些不太熟的路的時候呢 就還蠻慌的喔 感謝他們那個提供我這個試用 好我們在新竹的尖石箱的這個中油加油站呢 補一下油量 加好油繼續要前進的時候呢 來到這個路口看到 欸右前方有一個泰雅勇士的雕像 哇這個雕像其實我覺得雕的真的很不錯喔 即使我不是泰雅族 我也覺得看到這個雕像的時候 會激起我這個民族的一個自復心啊 一手指著前方 一手是拖著我們民族的這個火種 哇這個泰雅雕像我是覺得真的雕的蠻不錯的 哈哈哈哈 好那跟隨著他所指的方向繼續前進之後呢 來到這一個小小的橋 要記得要右轉喔 這邊右轉之後呢 就是逐六十箱道了喔 本來從這個台三線 然後騎到線道 現在騎到箱道了 哈哈哈哈 好這個前方啊要小心喔 這一個地方呢 記得橋這邊要左轉 這邊是景坪大橋 哇來到這邊呢 已經開始看到這個深山裡面才能看見的景象了齁 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會擔心說這個路途遙遠啊 一日司馬庫斯來回 會不會這個體力不支呢 可是騎到這邊的時候啊 因為這個風光明媚 天氣又好 所以感覺好像邊騎邊充電齁 哈哈哈哈 就覺得你好像可以騎比自己想像的還要遠啊 哇大家看一下這個山林 啊這上面都有很多那個竹林齁 看起來非常的帥氣 再加上呢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陽光大概是早上八九點的那個樣子 那整個山裡面的這個村落啊 雖然人很少 可是可以感受到這個自然萬物 它就隨著這個陽光的升起 慢慢復甦的那種活力 好來到這邊 有這個充滿著原住民味道的這個路邊的這個柵欄 隨著經過了這許多的髮夾彎呢 我們的海拔也不斷的提升 來到這個路口呢是要右轉 然後是要走這個單行道比較小的一條山路 那在這個彎彎嚴嚴的小山路上呢 我從我的後照鏡看到了一個很有禮貌 它沒有抄我車 也沒有跟很近的一個騎士 我感覺跟它這個痛調蠻搭的 所以呢 來到了這個魚老觀景台之後呢 我要去跟它搭訕一下 嗨 你好 你是目的地是這邊嗎 不是誒 要去史馬庫斯 跟我一樣 真的嗎 對啊 要等一下一起走嗎 應該是吧 哇原來這邊就是魚老觀景台 那對很多車友來說可能都去過很多次了 可是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解鎖 來拍個照 留作紀念 那在這邊認識的車友啊 他叫做小偉 他今天也是第一次把他的Insta360 X3 把他拿出來試用 那剛好就這麼巧 今天就在這邊遇到我 那他也主動邀請我們可以一起騎到斯馬庫斯嘛 我非常的感謝喔 這趟路程因為有他 今天是第三次去了 所以呢 他有提供很多很好的資訊 他一路幫我帶路 非常的感謝 好 那我們就正式的來介紹一下喔 這個騎車的小夥伴 ONIX的基木支架 其實他們這家公司已經成立將近20年了喔 只是之前他們一直都是在經營海外的市場 他們都做一些車用的配件啊 支架啊等等 那到去年 他們才以ONIX這個自由品牌 來經營台灣的市場 跟大家說一下他的概念喔 他就是像基木一樣 所以他叫做基木支架 你可以自由的組裝 包括這個街頭啦 中間的支架啦 然後那個基底座啊 大概分成這三個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個影片 這個是越野車喔 那那個手機支架 就那兩邊給你夾進去 就很穩 你走這個越野的路啊 他都沒有掉 那根據我自己的實測呢 也是真的非常的穩 穩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非常的驚艷 好啦 那繼續的來出發 還好這個不是越野路 目前還是這個公路 還算蠻好騎 只是說過了漁老觀檢台之後呢 這邊的路啊 就是一路的抖下 我們要下切山谷兩次 然後才會到達這個 司馬庫斯 然後這邊的彎路呢 欸這個又抖又彎又短 說實在的不能騎太快了 一個不小心 你可能就會騎到那個水溝裡面去 要小心一點 來說說我們這位在路上結交的車友 同行的夥伴 小偉 他說他是一個擋車新手 因為這台車 還包括他的白牌機車的駕照 都是半年前才取得的 可是這半年來呢 我非常佩服他 已經來這個司馬庫斯 連今天是第三次了 哈哈 還好有遇到他 對不對 幫我帶路 好來到這個路口 大家要看 走左邊 這邊才是繼續走這個竹六石 那從這邊開始 後段的路段就叫做 泰港道路 那剛才那一段叫做 這個秀卵道路 一樣都是竹六石 但在不同的區段 還有不同的名稱 哇 大家看這個竹林 哇 圍繞著這個兩側 然後接著的是櫻花林 不過都還沒有開了 其實今天要去這個司馬庫斯 我都有上網先做過功課 很多人說這個花還沒有開 不過呢 就擇日不如壯日了 還是要趁今天天氣好來出發了 那要不是今天出發 也不會這麼巧的遇到了小偉 對不對 好 終於來到了這一邊 這邊有個公告 就是說2月6號到28號 是司馬庫斯櫻花季的時間 你沒有通行證 汽車機車是不能進去的 從這邊開始進去 是司馬庫斯產業道路 一開始我還在想說 這邊那個馬路 好像沒有傳說中的那麼難騎 對不對 都還是有柏油路 雖然是有髮夾彎 但是對我來說已經不成問題了 就跟著小偉往前進 這樣子左彎右彎 還蠻愜意 風景也非常的棒 可是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前面就出現了這個水泥鋪裝的道路了 這個水泥不是柏油 所以它這個鋪起來就不會那麼平 加上它必須要排水的關係 所以它們刻意的會在這個水泥上面畫一道一道的這個排水溝 所以對我們機車騎士來說呢 騎過去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好來到這個是司馬庫斯大橋 好小偉建議我們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司馬庫斯的橋 我終於來到這個地方了 在這邊呢聊個天喝個水稍作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上路 好正是要跨越這個司馬庫斯大橋了 接下來就是一路的抖上 而且是這一種抖上 抖抖抖抖抖的抖 來到這邊呢就發現 有許多的這個轎車開始下山了 現在時間是差不多10點多11點 他們應該也是在司馬庫斯住宿 然後呢這個時間到了 早上check out就從山上下來 哇大家看這個風景是真的很不錯啊 除了是跟馬路比較抖之外 下次如果我再來的話 我一定要把那個避震給它調軟一點 不然的話這樣子連震 我記得是差不多要一個小時以上 就是這樣一直震一直震 一直抖抖抖抖抖抖上 然後說實在的有一點辛苦 但是為了這個前面的美景 哇就要這個努力的忍耐了 好 那經過這邊呢是松樹溪橋 來到這邊就快要到司馬庫斯啦 喔 到了 對啊 你等一下要前在前面 把我幫你拍 好 好 謝謝 所以等他們啦 對啊 哇 好噁心 就讓他們在一起 歡迎光臨上帝的部落 司馬庫斯 哇這個在電視上看了很多次的 心知嚮往的一個地方 今天我終於來到啦 記得聽我記得 來吧 登山可能要閃 哦幾塞那邊嗎 對對對 快就在電視上看到 快來快來 快來 祝貨 開放了蠻多年了 所以覺得他們什麼東西 都整理的蠻有體系的 那一上來他就會先問你 是要住宿的 還是要一日來回的 住宿的話 可能就可以在這個沿路的 這些住宿的點 在這邊過夜 但是呢 我們是一日來回 他就叫我進入這個 登山口停車場 也就是前方這個地方 我在那個 網路上看到比較多的畫面 都是在這邊拍的 這邊就是登山口停車場 我們路上也沒怎麼耽擱 怎麼來到這邊 已經有那麼多台車已經來了 很多的旅行社 他們都有安排這種 司馬庫斯一日游的行程 來到這邊呢 就算是重機 它也是屬於機車 我是覺得來到這邊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對待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去占用 那個汽車停車格 停在一個樹下就可以了 但記得要繳停車費唷 好的 那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 巨木群登山口 這個之前在別人影片 看了那麼多遍 今天終於自己來到了 今天又再次的成就解鎖 剛剛這個一路上走過來 就覺得自己好像那個 寶可夢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小結嗎 反正就是沿路有看到什麼美景 去給它抓起來 那最後一隻大隻的就是這個 司馬庫斯 那從這邊開始走進去 聽說要5點多K 那來回就10點多K 11K了 我是覺得今天好像 沒有那個力氣走太遠 我們就走到有櫻花的地方 再回來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今天是一日司馬庫斯 我待會還要回台北 不能搞太晚 好 那大家跟我一起過去看看吧 走 這邊是餐廳 飾品屋 然後這邊下來 就是聚母群登山口了 你當天來回的旅客 他都會叫你 直接來到這一邊的停車場 直接停在這邊 那完了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 開始走他的登山口 旁邊有廁所 哇 這邊還有那麼大的松樹 果然是司馬庫斯 以前人家說的是這個黑暗部落 因為最晚有電的一個部落 就是很少開發的意思 所以松樹啊 一些植物啊 蠻自然的 今天還好是穿這個登山鞋 加上那個搭檔護墊過來 不然的話如果穿車靴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不好走 好 你看 好 屈木登山口 這裡 聽說這個疫情的期間 沒什麼人來的時候 這邊的長老 騎老 然後工作人員 他們部落裡面的人 還滿努力整理這個步道的 所以聽說是變得比以前 還要更好走 對啊 所以今年的櫻花季應該是 搞不好三個月再來一次 應該是抓得太早了 對 對 對 那像你那麼常來的人 你一三二八八之後 可以再來一次 因為我七月來的一次 八月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菁花界的時候我怎麼來講 不過 一換幾個月 還沒考慮 沒關係 你那個 就等三月初 三月中 來 好不好還可以看得到 竹林 我去年有去台南 本來有規劃要去南橫 結果 那個 覺得好像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到花蓮再 不是 到台東再走花蓮再回去的時候 好像也都會淋雨啦 我就取消 然後我到現在覺得 都一直覺得很遺憾 哇 厲害了 如果來對季節的話 又有櫻花林 又有竹林 對啊 芝馬庫斯真是不錯 而且也沒有收門票 對 那裡都沒有掌聲 哦 哇 哇 走了一段路 然後這邊又說 聚目登山步道 現在開始5K了 好 海拔1670 新的 有三櫻花 這邊是故意避免那個 因為有人會出車 有人騎腳踏車騎進來 還有機車 哇塞 這個這個 騎機車來就有點沒公德心 你不能說我來越野這樣 不行吧 這個公務車 怎麼放進來的 應該是先放在這邊 然後才把剛才那個 那個鐵門架起來的 哇 好高的竹林 是這個路 比較不一樣 不然的話這個 跟那個 烏嘎燕有的比 竹林的程度 絕對不會輸給烏嘎燕 這個就是味道溪嗎 是不是叫味道溪 之前看人家介紹說 他們那個食物會放在這邊 就會有味道 所以它就叫這條溪 叫味道溪 哇漂亮 這是之前使用的舊橋 雖然現在已經不用了 不過還是蠻有歷史感 從這邊拍照看過去還是蠻美的 傳說中 景觀超好的廁所到了 1.7K 碎石波 注意落實 無停留 無拍照 競速通過 那我先走 好 競速通過 我沒有拍照 我是邊走邊拍 我沒有停留 還有 2.3K 櫻花園 還沒有開 哎呀 竟然都還沒有開啊 我走了2.3K過來 竟然都沒有看到綻放的櫻花 不過沒關係啦 就幫大家先確認 他們今年花開的比較晚 雖然呢 2月6號到28號是他們的櫻花季 但是這個時候要有通行證你才可以入山 如果過了28號之後 沒有通行證 還是可以來看櫻花喔 好 那大家有看到這邊這個櫻花園 花都還沒開 對 雖然這有點落塞 不過 今天騎車出門也是想說 只有這個時機可以啦 就還是出門了 然後呢 第一次解鎖 司馬庫斯 騎車在這個 來到這邊的過程中呢 又結交了一個好朋友 整個過程我是覺得還是非常滿足的 雖然沒有看到櫻花 但是呢 也跟大家講 今年櫻花比較晚開 大家3月還可以過來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是瓜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安妞 今天的旅程 要特別感謝ONYX邀請我試用他們家的手機支架 我試用過後的這個體驗是非常的好 除了解決我這個GoPro跟手機不能共用一個支架的問題 之外呢 它這個手機放上去跟取下來的這個過程 是非常的簡單 所以非常的快速方便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喔 如果點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進入他們的官網購買 輸入代碼 鍋895的話 就有95折優惠囉 繼續下山的路上呢 我幫我的300R拍了許許多多的美照 如果你想要看完整的照片 記得要加入我的臉書 或是追蹤我的IG 回到漁老觀景台之後呢 不能免俗的 就要來吃一下他們的臭豆腐啦 哈哈 好那從這邊開始下山的時候 很幸運的 還遇到了雲海 哇穿越那個雲海 這樣子一路下山的過程呢 也是非常的曼妙喔 最後回到家的時候呢 發現今天騎了260公里啊 都可以騎到台東了呢 今天真的很累 但是我覺得不需此行啊